新闻大白话可以正式加入会员了 可以观看不定期的独家影片花絮 还有神秘小礼物不定期抽奖的优先资格 再一次邀请您加入我们的会员 欢迎收看星期天的新闻大白话 我是王上志 那么俄乌战争在乌克兰的境内 还是持续的战火非常的汹涌 那么在另外一方面 包括蓬佩欧在台湾引起的 可以说是搅动了一池春水 那么包括了战争 包括他自己 那么蓬佩欧当然现在已经离开台湾了 他临走前笑称说 We will see you again 当然这是一个在美国来说 美国人来说这是一个礼貌性的 说再见的方式 但是在这个包括了政治意味 以及包括了现在俄罗斯 跟乌克兰的战争的 这一波军火战争意味非常雄厚的时候 这句话当中是不是有一点意味着 接下来包括在台美之间或两岸之间的这些动荡 始终还是围绕着台湾呢 当然在今天有个最新消息是之前联合报 在早先披露了针对蓬佩欧在要来台湾访问 之前早在大概九月的时候 蓬佩欧所属的一个包括基金公司投资公司 Anarok就曾经那么拜会了我们的部分的众美代表处 跟众美代表处谈了非常多 这里头主要谈的重点是在于说 庞培欧庞清 庞清 前国务卿 他是现任这家公司的董事会主席 董事会主席什么意思 董事会主席基本上已经等于是老板了 至少是名义上的部分的老板 因此他说为了提升台美地缘战略伙伴关系 因此要有一些战略性的投资 而且具体点名希望包括我们的劳保 包括我们的几个政府主要的管理的基金 资金能够投入给他们来投资 联合报所披露之后 当然引起很多的讨论 这个讨论当中是这样子 今天的最新消息是联合报方面 把整个有关于这个部分 驻美代表处发到外交部的部分的谈参 就谈话的参考的 这个所有部分的这个部分的内文 联合报全部披露了 所以联合报并不是乱讲一通的 要知道在前几天 包括这个媒体披露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政府的态度 政府态度在三月五号的时候说 整个事情是无中生有二亿重伤 在三月六号强调 改口强调说 政府现在推动经贸外交 经贸跟钱有关 不是政治外交 不是军事经贸外交 但是遭到媒体刻意扭曲 居心叵测 那么国发会方面也声明 并无此事 为什么牵涉到国发会 因为国家发展基金 基本上就是掌管 所有我们刚刚谈到的 这个NROC公司 他锁定我们包括 劳保资金在内的 就是国发会在管的 所以这次当中蓬佩奥部分 引起有两笔钱 很受到瞩目 第一笔钱的部分 是有关于 他们是不是为了锁定 我们刚刚讲的 这些基金而来的 第二部分是他的演讲费 那么高达十万多美金以上 那么这里头 其实也都是有很多的讨论 当然蓬佩奥已经离开台湾了 跟台湾的部分的政府 他现在其实一届平民 你说他在共和党当中 有很大的震惊势力吗 好像其实就美国的评论来说 也是一般般 那台湾为什么对他 那么样的重视呢 是不是他背后跟蔡政府 还有其他方面的合作 台湾方面当然是 不断的逼问他说 有没有可能美国 为一位台湾出兵 比照现在像现在乌克兰的战事 大家是很担心 很紧张的蓬佩奥 当然各方面在这几天 都是非常低调回应 讲到一些比较激烈的说法 他马上也说 立刻修正说 这是他私人的意见 那么但这里头对照的 这是前任的卸任 一届平民的蓬佩奥 但真正的现在的美国 国务卿是怎么回事呢 那么美国国务卿 现在跟对岸的部分的外长 中国大陆的外长王毅 他们通话 这里头讨论 当然是主要针对乌克兰战争 但是这里头也提到了台海问题 那么照例王毅说 一个中国原则 那么照例国务卿布林昆 也不松口的说 全球在看谁支持自由与主权 还是有点对抗的部分的味道 当然其实这里头是在国际当中 政治的一个部分的角力布局 但在台湾当中除了庞培欧 有一个人又引起了 这几天很多的讨论 曹新城 那么曹新城作为一个半导体的 部分的大佬 但是都知道他其实很爱指点江山 对于一些政治议题 他经常发布 但是他这一次的议题 他写了几篇的文章 那么这几篇的文章包括 美国会不会派兵来台 协防的等等的 他写了两篇文章 但重要的是 为什么跟政治搅在一起 是因为柯建民 引述 引用 跟介绍了 他的文章的内容 那么这篇文章 他提时提了很多的观点 曹新城 他提到 台湾有两千三百万人 其中十八到六十五岁的健康人口 有上千万 所以整个一千多万人 包括六十五岁 包括我这个五十五岁在内的 如果试汤加以训练 就可以拥有百万精兵 为什么还需要美国派兵呢 曹新城有很多的说法跟观点 但是在网络上网友骂爆了 骂爆了什么呢 因为这里头 曹新城自己都知道 他已经规划到新加坡籍了 他放弃中华民国国籍了 而他的孩子也都是美国籍的 然后呢 作为这一家人都跟中华民国 国籍没有关系的 你竟然在说我们十八岁到二十五岁 全民皆兵 网络骂得不得了 那么有关于 这个是曹新城的部分的状况 都知道曹新城在先前都是 他之所以转新加坡籍 作为台湾的半导体非常重要 跟张周谋是相提并论的人物 但是都说因为何建案在当时 对他有非常多的司法的这个追杀 从曹新城的角度 所以他加入了新加坡籍 当然都知道新加坡的部分 他加入新加坡籍之后 他的税少了非常非常的多 另外呢 有个最新消息是上个星期的部分呢 联电也宣布说他们有一座新的 全新的半导体的这个部分的晶片厂 即将在新加坡投资 这是在联电方面的同时一个新的消息 感觉起来曹新城所有的重心 都是放在新加坡 当然他的国籍是现在网络上 跟大家觉得你这家伙 讲的这些说三道四 这个指点江山是什么回事 你有什么立场 我们知道其实在先前对于国籍 你有没有说话的这个权力 你说话的可信度 早现在民进党的部分 他也曾经过去批评了马英九 马英九的家族里面 有一些美国籍的人 而且他说你凭什么要 要我们决定当中国人 来批判了马英九家族 另外所有包括赖清德 自己因为他的孙子是美国籍 他作为一个美国阿公 也被这个议题拿出来讨论过 所以其实现在我们来看到 一方面是庞培欧 二方面是曹新城 安兵现在感觉起来 这两个人的部分 其实在台湾这几天 引起了讨论 以及刚刚联合报的一个 最新的验证 至少蓬佩欧的这次来 收割了韭菜的一波钱 这件事情是千中万确的 我觉得蓬佩欧来就是要钱 这是铁一般的事实 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因为我看不出蓬佩欧 对现在美国的政台 有任何的影响力 根本就没有 拜登政府很明显的 非常不喜欢蓬佩欧这个人 他跟他又是不同政党 所以这个人对台湾有任何可能性的帮助吗 我看不出还有 那你民进党这么样的大张旗鼓 去帮助他 去迎接他 请问一下到底是为了什么 还是因为你民进党有 整个党有把柄被他抓在手上 所以你不得认他予取予求 我真的搞不清楚 为什么一定要对这个人这么好 老实说他过去有帮到台湾什么吗 有人说有 我是看不出来有多少 蓬佩欧如果真的这么厉害 真的这么了不起 他当时当美国国务卿的时候 为什么不主张跟台湾建交 你就直接跟台湾建交 你跟中国大陆断交 你为什么不做这样的事 你既然这么讨厌中国大陆 那你为什么结果选择 你还是继续跟中国大陆维持邦交 可是不跟台湾建交 请问一下到底怎么回事 所以这个人很明显就是来要钱的 他是代表他背后的这些利益团体 而且直指的是会动到我们国家 一般人根本的 你这些劳动基金什么这些东西 你开什么玩笑 你要跑我们的劳本吗 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个政府 是荒唐到一个极致 然后一开始联合报降出来的时候 其实我们每天都知道 联合报是有所本的 因为他拿到了文件 然后政府一开始还死皮赖眼 包括苏贞障还在那边 什么造谣什么鬼扯 这一步痛斥说 这根本就是无极致材 好像联合报无中生有 那人家现在文件拿出来 扎扎实实地拿出来 你怎么样 你要否认这文件是真的吗 你也不敢否认 结果只好在那边什么深表遗憾 在那边鬼扯一大堆 特定媒体 是你这个特定政府吧 你们这些龌龊的政府 你都在一群人 你们到底跟蓬佩奥之间 有什么私下交易 为什么要对这个人这么好 他到底对台湾有什么好处 你把这些钱拿一投资之后 台湾人未来怎么办 万一他亏本了怎么办 你们到底有多少利益勾结 你政府敢讲吗 外交部你这些无耻的外交部 还好意思讲 然后再来曹新城更无聊 我说真的 如果你今天 你自己身先士卒 你说你把所有的资金全部押在台湾 我连电就在台湾都不走 没错 对啊 然后我是中华民国的国民 那你出来讲话 OK 没问题 你自己全家都跑光了 直接也移开了 然后你叫台湾人去死 你什么玩意 你什么东西啊 无耻到极点 你一个新加坡人 不要来管台湾的事 中华民国事件 不是一个新加坡人该插嘴的 而且在他眼中台湾有千万人口可以打仗 台湾千万人口 那你叫你的新加坡祖国啊 新加坡祖国怎么不叫所有人都去当兵 18到65岁全部去当兵啊 你怎么不建议新加坡政府这样做 你要知道大马当初是要对你们新加坡断水断电的 没错 对 那请问一下 你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因为你是个俗辣嘛 无耻的曹青城 所以我说真的 不再其位不谋其债你就算 你根本不是中华民国的人 你凭什么讲话 闭上你的臭嘴 联电 其实在台湾是上市公司 现在在联电当中 当然他的部分的收益跟缴税 对台湾其实是有帮助的 但是联电本身的部分的波动 也影响着台湾的部分的经济 所以曹仁城不只是他的个人意志 当然个人意志可以表态 我们知道其实在很多 在国际的关系当中的这种 权钱交易 台面上跟台面下 其实还是很奥妙的 像被这次蓬佩欧来的部分 明着因为已经被揭露了 他其实就是来要钱的 那么现在是不是明着要钱 不能要 就变成是暗中的要钱 讲到暗中的要钱 每次只要签字钱的事情 这得要非常来听一下 赎慧的部分立场 赎慧是在对这些钱 钱的内幕 跟掌握的一些独家 还是真的是你最厉害的地方 听说你现在手上有最新的料 我们先说蓬佩欧的角色 这一次我们外交部 这个驻外馆 签的这家公关公司 Premium 他就是蓬佩欧就是这家公司的 所谓的特色演讲者 特色演讲者 就是有点像他是他签约的 演员一样 所以这十五万美金 冲击量就是一个商演费 邀请他来台湾的商演费 对 其实还蛮贵的 可是没有关系 他如果有那样的影响力的话 我们都欢迎 只是觉得很奇怪 花钱请人家来台湾说我挺你 然后我们好高兴说 你看我们的交情多好 这个让我感觉很矛盾 我今天早上找一份资料 大家知道在美国 有一个叫做外国人代理登记法 也就是我们在美国 如果找一个一些公安公司 游说公司代表台湾 去游说美国的这些证件 是必须要申报跟填写的 那今天找到一份二零一九年的一份 这个NGO的组织的报告 他整理了这些美国的 代理台湾的公安公司 他所提报的资料 整理而来 坦白说很可怕 二零一零年台湾在美国 大概只有三家的游说公司 到了民进党执政以后 到了七家 到了二零二一年的四月为止 已经有十五家了 我们在美国找了十五家的游说公司 来帮我们跟美国的 这些政界接触 他连资料统计的非常清楚 我们二零一九年 花了四百九十七万美金 大概是个三 乘以三十 三亿左右 三亿左右 然后进行了五百三十七次的政治活动 接触了四百七十六名的国会议员 美国的国会议员 大概百分之九十 其中还捐了十七个政治现金 选举的捐金给美国的国会议员 然后其中有两笔 他细到什么两笔 是当天这个公安公司 跟你这个国会议员谈完了以后 当天就捐款给你 甚至在这份报告里面 连陈建仁之前 大家不是记得陈建仁去访美 有过境纽约吗 对 见了一些美国的国会议员 我告诉大家 都是这些游说公司的工作业绩 当然我们请这些游说公司 来为台湾去争取台湾的权利 我觉得是OK的 可是我们不是花这些钱 变成反过来大内宣 让这些美国人来跟我们讲说 我很支持你 结果就代表他那一个人 但在台湾就把他解读为说 整个美国很支持我们 我觉得政府的钱不是这样 变成反倾销 你知道这叫反倾销 我们照理说是游说美国 而不是来洗脑台湾人 但我真的希望 不管是蓬佩奥 或者是美国的这些游说公司 或者被游说公司 接触了这些美国政要 除了讲经也要讲新 不要在关键时候 就像这个泽伦斯基一样 求救无门 曹新成说我们要美国来出兵 来救我们是丢脸 你在说谁 你在说泽伦斯基是不是 泽伦斯基拜托美国救 拜托北约救 拜托拜登去访乌克兰 拜托北约在乌克兰上空禁航区 全部都被拒绝 所以在你曹新成的眼中 泽伦斯基为了保护自己的国家 跟美国跟欧洲这些过去 跟他承诺友好的国家求救 你觉得是丢脸吗 你骂苏琪跟红袖柱丢脸 可耻 我告诉你 起码他们的国籍叫中华民国 起码他们住在台湾 你先回归中华民国国籍 再来说话吧 所以其实在有关于这种政治 国际政治当中的布局 并不是说在美国当中 政府做国际公关是不可以的 国际政治公关都是可以的 但是这里头刚刚讲 是不是最后这个认知作战 回过头来洗自己的脑 就没意思了 当然这里头有一个 非常重要的观点 我们要请教的是 李理事前建长 那么李建长这里头 我们这边看到草原人的观点 虽然都是他一厢情愿的说法 也并不是说要认真对待 但是这里头可能确实有点 意思的地方是 首先这里提到说 台湾如果两千三百万人 他提到这里头健康人口 从十八岁的小青年 到六十五岁之内的 加起来有上千万 适当训练就可以拥有 不是说千万兵 说百万精兵 对于一个平民的训练 百万精兵 这作为一个军事的外行的曹青城 理所这样看待 当然他可能不是唯一 自我看待的 可是就军事训练上获得精兵 适当训练 真的就可以取得这样子的兵远吗 建长 有点痴人说梦 痴人说梦 为什么这么说 还记得吗 昨天才刚刚心事较早 要连续操作超十四天 而且要自己煮饭 还要野营的 那问题是很多 当然这只是媒体披露一部分 抱着女朋友舍不得 抱着小孩舍不得 他们只是去训练而已 没有什么生离死别 没有什么生离死别 都要这样 而且我们这样讲 什么样的装备 可以在很短时间之内训练 训练而成 其实那都是很简单的装备 不能形成系统反击的 例如说今天突然让你去操作爱国者 你会吗 一定是不会的 不可能 今天如果突然让你去开云豹假车 你会吗 如果今天突然 你说我是学内燃机的 今天真的让你上船 去操作主机 你真的会吗 其实不要把话说得太满 其实这种训练跟我们的苏院长讲 拿着哨把其实是很像的 意思就是你只能拿着步枪而已 现在要涌进乌克兰的这些国外的佣兵 或者是支援者 他们其实都是有军方背景的 所以他们说没有人说我进去 只是拿着步枪作战 有很多人说我以前是负责 我以前是狙击手 我负责狙击 他们有各式的专业过去 我以前是工兵 那我要做什么 是有专业的 军事是一种专业 不是口业 现在看来造出来的是口业 但是我们也要这样讲 现在这样的 当然有点在炒冷饭的味道 就是我们是不是要征兵制 我曾经在一个智库的演讲里面讲 说现在的民进党 这个算盘打得很奇 有点奇怪 为什么有点奇怪 因为他为什么不重新征兵制 我们来看我现在我手上 这一个叫人口金字塔 我们来看当兵最多的年纪 其实是以2017年的资料来看的话 是现在这个40岁到30岁这个阶层 就是当初人口最多 然后当兵的时间最长 最久 两年的时间 我们来看这人口金字塔慢慢的 因为少子化 人越来越少 那如果有选票来考量的话 那现在是不是少数服从多数 大家都是当过兵的 应该赞成来现在18岁以上 都重新征兵 当然以前的征兵的内容 事实上来讲 有很多是值得商榷要重新检讨的 但是你制度完全没有 检讨也没用 是 确实 现在有关于征兵制的部分 感觉起来 当然因为现在新教招开始了 针对新教招 我相信在接下来一两个礼拜里头 一定会有很多的部分的讨论 这里头训练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么这里头是不是政府 也有一点点在试探 明显的风向 对于重新恢复征兵制 我们知道国防部长是说 征兵制从来没有停止过 从来没有停止过 只是现在的兵源的 这个取得设计方式不太一样 那么确实也很值得我们思考 还有许多其他重要的议题 请您稍待片刻 再回到新闻大白话